共机扰台专题中央设计着林克伦台北二日电针对共军去年11月起的远海成航专家认为最据看点是12月7日宫古海峡的海空对抗演讯及大鼻子于远干击 且自今年起牵出岛链的海空协同作战演练只会更拼命 若从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-Access Area Denial角度看解放军专家其乐意指出 中共兵力在潜出第一岛链的过程中对于重要鞋点要先有战场经营 而最重要鞋点是宫古岛东侧海域其次是巴士海峡东侧的菲律宾海 他表示当共军潜出第一岛链后 日本与宫古岛会变成在机舰群的后方侧翼及共军的后路遭遮断 若日本军机或船舰在后方侧翼进行战术骚扰 将导致共军兵力部署无法展开 而台湾本岛对共军则是另一个后方侧翼 基此中共空军的远程电子干扰机运拔军以编号30515 30519是此波远海长航重要看点之一 从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讯息可发现 每次由宫古海峡潜出第一岛链的演讯 几乎都远干机的伴随身影 远干机属可主动攻击敌方的电子作战飞机 其乐意指出日本已在与那国岛不数搜索雷达 这也是共军远干机电子侦察机频繁进出攻古海峡主因 目的是收集或干扰电子信号战场经营 代表要使战化演讯以验证想定能否落实 其乐意指出从今年11月以来的十多次绕岛长航看 主要人是中共空军与海军各自演讯 但最值得关注者是12月7日在宫古海峡东侧的演讯 极有可能是在探索演练海空协同作战